純粹就是,現在有疫情,疫情當前匹夫有責 我自己在深圳灣也曾經在深圳灣 當時知道有口岸檢疫的工作 我覺得我有這個經驗,有對地形熟悉 可以來幫幫忙 我們深圳灣的年長人士,俗稱老友記者比較多 通常那些電話就做不到分享他的位置 一定要過來戴手帶 所以你問我三個口岸,大部份的手帶都是我們深圳灣戴的 其實他們每一次戴手帶,他們排了幾個小時 然後還要通知他們要加尼14天,還要戴這個手帶 因為那個手帶,或者戴腳帶,都是一定的尺寸 他們覺得很不方便,有很多擔心 經常有很多勞騷都會發在我們義工那裡 當然我們義工會叫受氣,但其實我們又不是這樣看 因為我們來到這裡,都知道我們在工作環節 這一環是近乎差不多最後的 他戴完手帶就能夠出境 所以他們之前都預計了,排隊排完之後會有這個壓力 然後會去到我們那裡 其實每位義工都是退休警察 每一天都要跟市民去做一個交流 所以他們都很有溝通的經驗,都有很多技巧 所以他們亦都很願意不辭農夫再去解釋 為何要做這個家居隔離 對我來說,這個工作很相似 但第二,工時上會比較放假,會少了 有時候說你禮拜六日,你都要去一些口岸 去打氣,支持一下他們,去看有什麼需要 去觀察口岸有什麼人流的改變 這些會少了時間跟家人一起 其實我想我一個禮拜會有兩三天,會在口岸 跟不同部門協調,亦都要跟義工溝通 亦都要送一些物資去 其實家人都擔心,因為我太太有哮喘 另外小朋友亦都很擔心 在一開始他們不是很贊成我去的 但其實我們談的是,現在做家居隔離 我解釋給他們知道 做這件事就是希望一些在內地 或者高危地方回來的人,不希望他們到處走 我跟他們說,其實工作都有人要做 如果我們不做的時間,沒有人做的話 有機會有病菌的一些旅客就會到處走 最後都是會傳染大家 我們就是這樣的想法 然後我太太都沒有再說 但當然我自己都會注意了我的衛生